早前在日本動漫界發生了一件令人驚訝 亦令人羨慕有妒忌的事情 今年51歲的漫畫家藤島漢界 足以結婚 不是 正確來說應該是再婚才對 他的結婚對象是 未為J級可愛Cosplayer 瑜伽媽媽 以可愛的樣子和J級的鮑魚身材 橫掃日本的Cosplay界 而且還要是奉紫成婚 瑜伽媽媽也只有20歲 所以我們動費幾分鐘 借了這次機會和大家介紹一下 藤島漢界和他最著名的作品 我的愛神 我的愛神 又或者你可以叫做幸運女神 是藤島漢界所創作的漫畫 由1988年長期連載到2014年完結 有愛情 科幻 靈幻 機器 精靈 大學 生活 日常等等元素 不過最吸引讀者的就是 內藥的機械渣男配上完美女神 是真真正正的女神 不是在Facebook三朝不得晚就出現一個所謂女神 內藥短小 Sorry 不是 是短小 不是 是矮小的機械渣 心理型一 朝早溝流流打個電話都可以打錯 而且打錯不止 對方還用一個完美的女神跟你說 這裏是女神事務所 會給你一個願望 還要說 讓我現在馬上過來跟你聊 在這個時候 在鏡子裡面就有一個自稱背露的女神出現 型一當然很驚訝地問 為什麼啊 為什麼 是不是大學的師兄玩我可以玩到這麼盡的 我矮和狗而已 我不是奢的 心理就想 不如隨口就說 希望一個像你那樣的女神 能夠一直留在我身邊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契約就達成了 一個課真價實 有第二種非限定一級女神 執照的優雅溫柔美麗高貴善良 還沖得一首好茶唱得一首好歌的女神 甘願就留在這個廢柴心理型一身邊 遲下還有埋背露的姐姐 性感火辣的半神半魔 又喜歡看電視又喜歡混合藥的女神烏魯 還有天真者控機械爆炸的妹妹Solo 再加一個亦滴亦有 另一個女神事務所的女神 又會放回歸又有少少喜歡了型一的性感女神 非奧斯 聽起來是不是好像AV劇情那樣呢 但其實不是的 殺必死當然有啦 但是這裡是絕對健康 你試想一下 要露都露不到26年的長壽連載漫畫 故事形式雖然是非常簡單 但是藤島康界加入了很多神魔的設定 當中也有不少機械或者野燒元素 當然每一次故事的背後 都是背露用神力搞定啦 就好像叮噹那樣 不過這個叮噹就正好多了 經過了48期之後 仍一終於得到了神的認可 可以和貝露結婚啦 貝露還很不好意思地說 其實他是一直用能力 令到心理型一沒有邪念 令到那個劇情不會向AV方向發展 女神希望形一可以原諒他 形一當然是無所謂啦 只要結婚之後可以有得啪啪啪啪就行啦 說回剛剛發生的藤島康界花生 這件事搞到不少動漫迷又愛又恨 小過自己20歲加上J級的美女 還要是COSA都不緊要啦 還要逢止成婚那下令人妒忌嘛 這次真是窄都要有女神 只有說一句 藤島康界你好爺 不知道他在求婚的時候有沒有說 希望一個像你這樣的女神 能夠一直留在我的身邊 或者這個說話他已經用了很多字的啦 不過不要緊啦 Work就行啦 現在到了8月了 藤島康界和御家媽夢的BB出生了 雖然在當初公布說結婚的時候 已經有說過預產期是8月 不過可能大家都是專心看一波一波的新聞 都不記得了啦 六月尾 御家媽夢在自己的Twitter上面說 和藤島康界結婚宣言 和有了BB之後 在7月頭 突然間藤島康界自己傳出 沒有說要和御家媽夢結婚 只是說對御家媽夢的懷孕負責 也……這樣…… 而此之後 Twitter上面就沒有了音訊了 終於藤島康界在生日的時候 7月7日就打破了這麼久以來的昨晚 發了一則結婚騷動報告 因為最近的獅子令到大家有困擾 真是不好意思呀 我會和御家媽夢小姐結婚的啦 將來會努力畫漫畫 同時都撫養將出生的小朋友 之後請大家多多指教他們夫婦啦 所以說各位單身的讀人 年過30不用擔心的 因為你31歲的時候 你老婆才剛出生的 一定會有一個你專屬的女神在你身邊的 接著就是我們一眾讀人 送給藤島老師的祝福 竟然這樣都被你拿到Happy Ending 有沒有搞錯呀 這麼多賴 你兒子一定不怕餓啦 恭喜啦 不過小心打寫了 把你的稿啊 這樣就結婚 這樣同居兩年那個女人怎麼辦呀 難道三人肯 什麼呀 貧島康介老師娶了個20J 20歲J級呀 警察先生 就是那個人呀 20歲都被你吃到 女兒還要常常cosplay非浩斯 你撿到啦 以為娶這條年輕人就很厲害呀 看你的樣子都隨時做環保人士 小心大陸不要呀 好無敗 南海 南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